歡迎歡迎光臨鄉親和我繼續來關心電風 20年前比金團在到新京方面萬新一杯的蔡佩倫 刻著信用向藝術創作來對抗北京 今年參加賣了鄉公社的鎮灘瓦檔後 發生海藝火器物的計劃 因此開始後海藝創作再利用的路 將海藝火器物變成藝術品 希望在賣了創作不一樣的海藝術 垃圾海飛水中飄 飄來飄去真糟糕 唱到自己介紹的海藝術歌 她是不會聊生結穿的在地人蔡佩倫 她最少介紹自己創作的藝術品 不過這些藝術品之前都是海藝火器物 其實剛開始家人並不支持 媽媽很生氣 因為她覺得我怎麼會去撿一堆垃圾回來 我還是會在假日的時候 偷偷的騎摩托車去海邊 撿了一堆回來 我就想說這個東西不應該是垃圾 應該可以是藝術品 所以經過一次 兩次 三次 慢慢的想想 終於想出來 可以把它做成什麼樣的 有用途的東西 其實這位海藝術工作者蔡佩倫 在二十年前進段 在到身經方面的慢性一輩 身體會不斷體化 因此也結束了原本的給你錢 但是命運的南地 並沒有將它跑到 靠到信用跟耶穌創作 來勇敢對抗一輩 在去年參加 還沒到香港所所基盤的靜攤 活動之後 開始了海匯創作 又再利用的路 將海匯改造成技術品 沒有從事護理師 因為身體出的狀況 不適合走臨床 然後後來呢 就一直在走文書行政類的 後來也藉著跟公所去靜攤活動 才接觸到原來海邊的廢氣物這麼多 我把它做的就是祈福 祈福吊飾跟流言甲 因為我玩了這個 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越玩越不可收拾 就玩出一堆海匯 堅持海匯可以在新 變成不一樣作用的藝術品跟用品 不斷改變海匯的隔壁 希望這份理念 可以為海洋進一份行李 我想把它發展成 就是特色的伴手禮 是來這邊才有的 因為這是濱海地區 然後呢 未來想要設置呢 藝術展示中心 想要成立那個環境生態教育館 結合像荒野保護協會等等 這樣一個環保團體 進駐在這邊 讓我們的環境保護能 永續推廣下去 蔡佩倫也在10月24號 在賣了鄉新潔活動中心 基本海匯普及蔡火活動 但是民眾對海匯有興趣的 可以來體驗看看 如何改造海匯 在這裡幾乎差不多